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向军旗致敬 校长的儿子生前是一名陆军志愿军 因此我们的校长总是在放学之后 一个人溜到广场那边看经过的士兵们 昨天就有一个连队的士兵从那里经过 那个时候有很多孩子围着军乐队 快乐地打着拍子 十分高兴地叫着跳着 我们几个小伙伴也去看了 卡龙还是老样子 穿着紧紧的小衣服 嘴里还叼着一大块面包 瓦提尼穿着他那身漂亮衣服 破莱可西穿着他父亲的上衣 还有卡拉布里亚来的孩子 小石匠 红头发的克洛西 厚脸皮的弗兰蒂 此外还有泡兵大卫的儿子洛贝蒂 他是拄着拐杖来的 弗兰蒂看见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士兵 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 一只宽大的手掌落在了他的肩上 我们扭过头去 发现是校长 喂 校长对弗兰蒂说 绩效一个在作战中受伤的士兵 就如同绩效一个被绑着的人一样 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听了校长的话 弗兰蒂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就一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那些士兵们排成四行前进着 他们每个人都精神抖擞 背后的刺刀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时 校长对我们说 孩子们 孩子们 你们应当尊敬这些士兵啊 他们是保卫我们的人 如果有外国的军队入侵我们的国家 那么 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的 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国家浴血奋战 你们看 这些士兵 他们也是一群孩子啊 他们不比你们大几岁 甚至他们都还上着学呢 他们当中有富人 也有穷人 他们都是意大利的子民 来自我们伟大祖国的各地 这是参加过1848年战争的古老连队中的一个 士兵们虽然换了又换 但是 他们的军旗始终是一样的 你们可曾知道 早在二十年前 有多少人为了我们的幸福而流血牺牲 快看 他们过来了 过来了 卡龙说道 果然 行进的士兵队伍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 一名军官请着军旗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 军旗已经褪去了颜色 变得残破不堪了 我发现在军旗的下方 还零星地挂了几枚寻章 这时 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把手举过额头 向军旗敬礼 那名军官看到后 脸上流露出了亲切的微笑 也立即举起手来 向我们还了一个礼 不错的孩子 我们听到后面有人在夸奖我们 就扭过头去看 原来 是一位穿着军装的老人 他是一位退伍军人 看到我们在看他 老人接着说 孩子们 你们是好样的 这时 连队的军乐队 已经转到对面的街上去了 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地吵着 闹着迎了上去 好啊 老军官看着我们 又重复了一句 从小就向军旗致敬的人 长大了 也一定会捍卫军旗的